大家好,欢迎来到Highlight名人堂 随着决赛战胜法国男篮成功夺冠 孟十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实现了奥运赛场的五连霸 不得不说,过去的两个月 这只老带心的美国男篮充斥着太多的故事性 和法国球迷互不顺眼 节目效果拉满的MBE 自认是球队第一选择后生可畏的Edwards 依然无懈可击 老基福利的美国队长LeBron等等 除此之外,最令人动容的 恐怕就属时隔五年再次重聚的 Cady和Curry二人 场下,两人的关系依旧密切 多次共同出席记者采访 并屡屡留下金句 场上,两人的配合一如当年一般默契 再加上场边的主帅科尔 不经意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 曾经那个被宇宙勇支配的时代 遥想两人初次合体的2017年 从宿敌到队友带着种种质疑 Curry主动做出牺牲 帮助球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磨合 宇宙勇也在当年的季后赛中 打出NBA史上最恐怖的统治力 科尔就曾在一次采访中直言 2017年的勇士是我支架过的最佳球队 那么,2017年的Curry究竟是怎样走出低谷 完成爆发的呢? 他又在打法上做出了怎样的改变 从而帮助KD完美融入球队呢? 今天让我们聊聊2017年的Curry 时间回到2016年的夏天 Curry未能带领勇士为73胜的伟大赛季画上完美的句号 丢掉了已经装进口袋的总冠军 随之而来的休赛期 总经理Bob Myers的初衷是保留原班人马 但此时一颗重磅炸弹丢入了原本平静的自由市场 效力雷霆长达9年的KD决定离开球队 一时间,关于这名超级球星的争抢成为了休赛期的主题 Myers当机立断 选择将身为自由生的Barnes放走 并将Borgut交易至独行侠腾出薪资空间追求KD 很快双方情投意合 这支伟大的球队迎来了一位历史级别的超级得分手 从篮球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笔完美的签约 但NBA的世界永远不只有篮球 KD和勇士一道成为了全联盟的头号公敌 在这种情况下 勇士新赛季的前景也并不被外界看好 首先,勇士是属于Curry的球队 它是勇士当仁不让的战术核心 而KD的加入势必要影响勇士的团队打法 球队的化学反应能否达成1加1大于2的效果 还是一个未知数 再者,勇士得到KD的代价是牺牲板凳深度 和内线护框质量的下降 主力球员攻防两端的压力势必要增加 例行赛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现实也很快给了这支银河战舰沉重的一击 赛季揭幕战 勇士在主场29分 惨败给Lennard领衔的马刺 过去多年 两支球队是联盟中团队篮球的典范 马刺还是那支马刺 而勇士的运转球和多变的战术配合却突然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单打解决问题 Curry18中9得到26分 KD18投11中得到27分 效率都不俗 但这不是科尔想看到的 这场惨痛的失利让勇士球员突然惊醒 其中就包括Curry 作为球队领袖 他意识到自己应该从大局出发 而不是计较个人数据的得失 自此 勇士开启了艰难的磨合之路 11月4日 彼时尚维于南球队的胡人 在主场爆出冷门 20分大胜勇士 Curry全场17投5中 其中三分球10投全失 媒体一度得出结论 Cady和Curry两人并不适配 但就在三天之后 Curry就做出了回应 主场面对提胡 他打出职业生涯高光一战 26投16中 3分17投13中 狂砍46分 并打破了当时的个人单场三分记录 尤其是比赛的下半场 Cady多次利用无球掩护 为Curry创造出三分投篮机会 现在看来 这一战彻底打通了球队的任督二脉 每个人仿佛都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Curry也在努力的调整打法 适应自己的新角色 到了12月 Curry的场景出手已经来到了15.5次 相比于15-16赛季的20.2 下降了足足4.7 他不再像上赛季那样 时常打出力挽狂澜的表现 但球队的赢球看上去更加轻松了 磨合渐入佳境的勇士 也打出了他们的统治力 截至全明星之前 战绩已经来到46胜9负 Curry和Cady也顺利的入选 当赛季的西区全明星首发 但3月份Cady的突然受伤 让勇士迎来了又一次考验 这一变动让球队的表现开始变得挣扎 其中就包括Curry Cady受伤后的6场比赛 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41.2% 三分命中率低至28.6% 勇士输掉了其中的4场 与此同时 球队长期占据的西区榜首位置 也被马次夺走了 他们又一次陷入了赛季初那样的迷茫 困境之下 Curry只能尝试找回2016年的自己 从3月14日面对76人开始 他率领勇士打出一波强势的13连胜 期间厂军贡献27.5分 4.4篮板 8.2助攻 2.3抄截 投篮命中率达到50.2% 三分命中率高达47.4% 球队也找回了丢失的进攻节奏 曾经无可匹敌的传切配合又重现赛场 在Cady缺阵的日子里 Curry证明了他仍旧是那个令人胆寒的攻击手 依旧是MVP级别的球星 赛季末 Cady商与回归 勇士以67胜15负西区投名的战绩收官 成为NBA历史上第一支连续三个赛季 胜场65家的球队 Curry和Cady联手的第一个赛季称得上惊艳 两人率领这支全新的勇士 在例行赛打出了不亚于2016年的统治力 球队在场军得分 助攻 抄截 封盖上全部位列联盟第一 每百回合的攻防效率分别是115.6和104.0 场军尽胜分达到11.6 作为对比 73胜赛季的攻防效率114.5和103.8 场军晋胜分是10.8 换句话说 这个赛季的勇士更具统治力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Curry的让拳 很多人都知道Curry的无球能力在历史级别巨星中算是最顶尖的 在Cady没来之前 他就放出了大量球权给到Green 并帮助其成为了联盟最好的五顶发牌人之一 Cady的到来 至于任何一名巨星而言 可能都需要做出极大牺牲 但对于Curry来说 他只是需要再缩减一些球权 然后把他最擅长的五球发挥到极致 于是他当赛季的场军出球时间从5.8分钟降至5.3分钟 持球进攻次数则由9.2次降至7.8次 场军得分也随之下降来到25.3分 较前一个赛季下降了4.8分 另外 由于球场角色的不断适应 他的投篮命中率也从50.4%下降到46.7% 但凭心而论 这样的产效并不算差 之所以和前一赛季相比有一种退步明显的感觉 是因为15-16赛季是正古朔金独一无二的全票MVP赛季 更何况 如前面所说 17勇士的统治力完全不输 甚至胜过了16勇士 因此 这一赛季可能是Curry本人无球最优秀的赛季 甚至可能是古往今来的超级巨星们无球最优秀的赛季 事实证明Curry的牺牲也成就了KD的进步 KD的场角25.1分较雷霆时期而言并不算特别出色 但他的投篮命中率达到职业生涯新高的53.7% 有了Curry的牵制力 KD的攻击区域更加靠近篮筐 数据显示 他在篮下0至4英尺的出手比重为28.5% 命中率高达78.2% 这也是KD的命中率出现提升的主要原因 当然 Curry和KD的成功捏合也离不开科尔的调教 从赛季初开始 他刻意压制了Curry的进攻欲望 并让Green和KD承担了更多的持球比例 帮助KD更多参与到球队的整体进攻之中 球队也在战绩的牺牲中 搭建起了让KD和KD共存的新体系 篮球场上最无解的事就是 一个球队不仅个人能力强 而且还打着团队篮球 这支勇士做到了 在度过磨合的阵痛期之后 这支彻底进化的勇士 势必将成为各支季后赛球队的噩梦 首轮季后赛他们迎来了Lillard和CJ领先的拓荒者 科尔出于谨慎 只让刚刚复出的KD出战了两场比赛 总共上场56分钟 在这种情况下 科尔又挑起了大梁 他系列赛场均29.8分 6.5助攻 每场能以42.2%的3分命中率 命中4.8g3分 正是由于他的带头 勇士在这轮系列赛的场均竞胜分 达到了恐怖的18.0 在勇士强大的攻势之下 脱荒者毫无还手之力直落四场被横扫出局 四轮 勇士的对手是崛起的青年军爵士 对手的核心正是前几日刚刚选择退役的Hayward 他们在首轮以下课上将伤兵满营的快艇淘汰出局 但面对如日中天的勇士 他们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 更何况勇士还迎来了完全健康的KD 比赛的进程如同赛前预期一样 爵士空有一身斗志 奈何实力差距过于悬殊 于是勇士四场比赛均以两位数的比分取胜 再次完成了横扫 Curie在KD回归之后 再次收敛了自己的进攻才华 以49.2%的命中率 场均得到24.5分 而KD则有些用比赛找状态的意思 在场上轻松写意 换句话说 勇士到季后赛前二轮还未真正发力过 随后的西区决赛 等待多时的勇士终于迎来了期待中的强强对话 对手是揭幕战痛击自己的马刺 勇士重将渴望完成复仇 事实证明 马刺有别于前两轮的祖上之肉 首战上半场 他们就将比赛形势牢牢掌控 Lennard和HG的阵地进攻 让勇士无法限制 半场战霸 马刺的领先优势已然来到20分 第三截却成为整场比赛 甚至整个系列赛 再甚至整个时代的转折点 马刺领先21分之时 球队领袖Lennard在一个进攻回合中完成跳投之后 在落地时踩到了Zaza的脚踝 严重受伤 他咬着牙罚进两球后不得已退场 随后赛季报销 这一脚不仅让Zaza在日后背上骂名 也直接改变了Lennard和马刺的命运 失去核心之后 马刺军心涣散 勇士顺势打出一波进攻高潮将比分反超 比赛最后40秒 KD腰位助攻顺下的Curry上篮命中 杀死比赛悬念 之后的系列赛 HG一人独目难知 勇士则在Curry和KD的率领下势如破竹 连续三场大胜 以4比0的比分连续三轮完成横扫 杀进总决赛 上一个能完成此成就的 还是00至01赛季OK组合率领的胡仁 然而 比10的首轮是5局3胜制 从这个角度来说 比起12比0的17勇士 只有11比0的01胡仁还是略逊了一筹 2017年总决赛 勇士和老对手骑士连续第三年迎来了会师 国王两次交手 三号位一直是勇士阵容的隐患 但难堪大用的Barnes早已成为过去式 取而代之的是次界得分王KD 他的到来解决了勇士一直存在的关键时刻攻坚问题 更重要的意义是 LeBron拥有了一个能和他不分伯仲的对位者 同时一年之前那个稍险急躁的Curry这次变得异常冷静了 奥克兰球馆的前两战 骑士没有找到任何机会 比赛进程如出一辙 强大的勇士只用了三节 早早就将比赛悬念终结 Curry首战28分10助攻 次战更是拿到32分10篮板11助攻的大三元数据 身边的KD则两战总共拿下71分 系列赛第三场 LeBron和Irving几乎复刻了16年双41分的神迹 他们各自砍下39分和38分 骑士重将也几乎做到了能做的一切 奈何Curry和KD太过强大 第四节 两人合砍20分 让骑士前三节付诸的所有努力化为泡影 最后时刻KD的绝命三分和Curry的蹲地庆祝 仿佛是在向联盟宣誓 新的时代就要来了 系列赛第四战 骑士三军用命 全场投进24几三分 避免了被横扫的现实 但在勇士球迷看来 球队只是为了在主场捧杯而已 第五战 Curry和KD联手终结了骑士的最后希望 前者34分10助攻 后者39分6篮板 最后49秒 左侧45度位置 Curry面对Irving连续运球后 强投三分手起刀落锁定冠军 与一年之前如同镜像的位置 Curry用同样的方式完成了回击 最终 勇士以季后赛16胜1负的碾压之势 毫无悬念地拿下了总冠军 颁奖典礼上 Cady当选最终的FMVP 一旁的Curry毫无吝啬地送上掌声 虽然同样渴望那座奖杯 但他明白 Cady为了这次复仇熬了5年 为了实现冠军梦拼了整整10年 在那一刻他真心为自己的兄弟感到高兴 还有一个可怕的事实是 当赛季季后赛打到关键时刻 Curry每48分钟能得75.1分 高居历史第一 甚至胜过了92和96的Jordan 前面提到Curry这个赛季的表现 可能是史上最强的巨星无球表现 现在来看实至名归 时至今日 在回首Cady和Curry联手的三年 没有人会质疑这对双人组的统治力 毕竟人们都清楚 在完全健康的情况下 几乎没有人能战胜他们 何则天下无敌 分则各自为王 如今的他们纵然已经老了 但依旧是各自位置上的佼佼者 球迷是幸运的 在这届奥运会上 又一次看到了两人的联手 七年之前 Curry帮助Cady摘下手冠 如今 Cady又帮助Curry拿下了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如果2019年夏天Cady不离队 那可有多好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就是几乎的